而乌战士目前的最新首相是来到了 这乌克兰收复了南部城市赫尔松之后 和平其实没有随之降临 而军现在隔阂发炮 连日已经是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伤 加上现在当地是寒冬来临 基本上没有电力可以供应 政府就呼吁民众尽快撤离 那么就在欢迎乌军入城 仅仅十多天之后 赫尔松的民众又被迫离开家园 俄军撤离赫尔松市后 加强对当地的轰炸 大批民众不得不逃出这座城市 在市郊地区 车龙延绵超过一公里 由志愿组织表示 赫尔松一家精神病院 24号已开始疏散院内400名病人 未来几天还将持续 乌方官员表示 从20号到25号 俄军24小时不断地轰炸 已造成15人死亡 35人受伤 由于电力短缺 面对寒冬来临 政府呼吁民众撤离 首班火车运载大约100名平民 前往西部城市赫梅利尼茨基 同时有大巴前往敖德萨 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临时安置居民 继赫尔松之后 乌军试图进一步收复 扎波罗热地区 俄军则沿地涅伯河西岸 构筑防线 驻守辛卡霍夫卡大巴附近的 俄军表示 乌军尝试分成多个突击小队渡河 但在俄军的机枪 及破机炮还击下 始终无功而还 再向北看 中部城市蒂涅伯罗 遭俄军高精导弹袭击 乌方官员表示 袭击造成至少13人受伤 击动民居损毁 俄方也指控乌军滥杀平民 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 清俄政府官员表示 乌军新一轮针对居民区的炮击 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两人受伤 在北部的哈尔科夫 乌军坦克谨守防线 偶尔反攻 收复了数座村庄 有士兵表示 物资供应充足 不担心寒冷天气 战况紧绷之际 俄乌双方26号经过谈判后 再进行新一轮战俘交换 乌方释放了9名俄罗斯军人 换取9名乌军士兵 及3名平民获释 这批乌军曾参与马里乌波尔及蛇岛的保卫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